阿鬧你去看一下 2020年5月 直播主阿鬧帶著團隊 到高雄左營的廢棄眷村探險 偶遇一對情侶 看到他們有親密行為 透過直播傳送猥褻影片 被法院判刑拘役75天 一顆罰金七萬五千 這個探險時間 當然也會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這個點 它就是一個可怕的 你們大家有去過MTV吧 創廢棄屋直播 刻意營造驚悚氣氛 為了流量 游走法律邊緣 同樣在2020年 阿鬧因為擅闖高雄一間寺廟直播 被提告侵入建築物罪 最後和對方達成和解撤告 一而再再而三的脫緒行為 難得在鏡頭面前震驚一次 是2022年 為了要參選市議員的媽媽拉票 台南市平地原住民的話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投我老媽一票 登記1號 平地原住民市議員候選人 尼美樹 親愛的台南市 都會族人們 大家平安 阿鬧的媽媽李美樹 四次參選 台南市平地原住民議員 都落選 家中建議廣告公司 也有賣泡菜的副業 李美樹16號一大早就出門 截稿前打手機都沒有接 現在兒子阿鬧 在柬埔寨被判刑 可想而知 李美樹肯定心急如焚 這一次鬧大了 恐怕媽媽想幫忙 也很難失禮 三天氣氛 雪人紅和戰縫 高雄